据港媒报道,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两个月前结束与乐绩儿的四年婚姻。 失婚的他在跨年夜先参加上海东方卫视的倒数晚会,之后被香港媒体直击, 他到有小姐陪伴的高档夜总会买醉,喝得满脸通红。 黎明当晚在夜总会放纵畅饮一个半小时,脚步有些颠簸地离开, 还有一名长发直香烟的女子送他上车。 黎明回到酒店后,记者上前拍照,他立刻关上车门定神数秒后,才下车强颜欢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